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現在可以把它寫成以下這個形態 我把它寫成a乘上十的n次方 如果現在我們把一個正數x 把它表示成a乘上十的n次方 當然這個a跟n我們要把它公平一下其中 這個a它會怎麼樣 大於1小於10 也就是說這個a它是一個介於1跟10之間的一個時數 而且這個n當然表示成科學記號的話 而且這個n必然是一個整數 我用代號來寫 這個n一定是個整數 這個這樣的表示法就是科學記號 可以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來 先說 比如說來1620 1620 1620當然我們表示成科學記號 大家都很熟 也就是1.62 乘上十的三次方 有沒有 那個1.62它本身就是扮演那個a的角色 介於一到十之間的一個時數 然後我們的n就是多少就是三個 這個應該在國一的時候 我們就學過這個概念 它有了科學記號的上一個想法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可以正式的來介紹 什麼叫做手術跟文術 什麼是手術跟尾術呢 其實相關簡單 X是個正處 我們一定可以表示成科學記號的喔 我們現在對這個正處 我們對它取用的 來 logX 那logX這個X呢 我們表示成科學記號之後 它自然就可以寫成 a再乘上十的幾次方 再乘上十的四方 對不對 這X我們可以用科學記號把它寫出來 好 那根據我們對數的運算 這個部分我們可以把它拆開 它可以寫成多少 好慢慢寫喔 它可以寫成logA再加上logX的幾次方 n次方 那這個logX的n次方 這個n 如果公式跑到前面去 它是不是就變成一個整處叫做n 再加上logA 對不對 它是不是可以透過對數的運算 把它變成這兩個東西 那我們在數學上 我們就這樣說 這個n 來這個n 你把它圈起 好 這個n 這個整數n 它的名字就會叫做手數 好 那這個手數 它一定是個整數 必為整數 來 再來 同學這個logA 你再把它封起來 這個logA 我們在數學上 就把它稱為 叫什麼數 叫做尾數 那這個尾數呢 呃 我這樣講喔 後面來寫個括號 它一定會在0跟1之間 用log10 什麼東西 就是 底數是10 對 我們這邊講的都是常用對數嘛 底數都是10 這個尾數喔 這個尾數喔 基本上都會在0跟1之間 那我要問一個問題 我們跟學生講說 這個手數n是個整數 大家剛剛都可以接受 為什麼 因為這個n嘛 這個n有沒有 這個n是個整數 大家都可以接受 可是呢 對一個數學者來說 你跟他講 同學這個logA叫做尾數 好OK 他叫尾數 可是你跟他說 他在0跟1之間 欸有些學生呢 他就會想說 為什麼 為什麼他會在0跟1之間 有何在呢 來 今天是3號對不對 3號是誰 我好爸 來 明日的壽星 來 明日的壽星 師傅爾明天生日 師傅爾明天生日 是吧 他就要喊阿皮 應該給我吃 師傅爾啊 沒吃到 明天是中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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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是日快樂 大家受信叫做 我們回答一下問題 為什麼 我們的尾數 欸哈囉 其他的仔細聽說 你講話 為什麼這個尾數 我們令他叫做logA嘛 他叫尾數 為什麼他在0跟1之間呢 理由是 因為 A是 一定是 那個 10以內的數 因為如果你超過10 就直接進 就因為 所以 因為咒數 然後他只在0到4之間 所以 他就會 就不會超過1 他講的你聽得懂嗎 應該這樣講 其實 要解釋喔 這個尾數為什麼會在1跟1之間 同學 你從旁邊這邊去看就好了 我們這個A 它本來的範圍在哪裡 1跟4之間嘛 然後我們從這邊喔 因為 來因為嘛 你就跟著寫 我們的A 是不是大於等於1 小於10 那我現在可以同時對他取什麼 取log嘛 那因為log的話 我們以10為0 它是個立真函數 所以呢 取了log之後 它的方向基本上是沒有改變對不對 好 log10 對嗎 我們可以一起取log 同學log1是誰 log1就是0嘛 對不對 然後這個東西就是誰 log1 來同學log10是誰 log104就是1 所以同學 我們當我們定義喔 尾數叫做logA的時候 同學我問你 這個logA 它本身是一定會在2跟1之間 大於等於小於1 沒有錯嘛 對不對 你從左邊這邊過來 可以很清楚地來說明這一件事情 沒有錯 那邊放嗎 那邊放嗎 哪裡 上面什麼呢 你說它有放放嗎 它沒有關係啦 所以把它放起來而已喔 那個是你,不會畫畫 欸,所以我最近開始畫中的,在畫中進了 來,摸摸摸摸摸 為什麼? 沒錯,這是暴靈醫師的新改變 來,團隊,我現在問你 現在什麼是手術? 來,我現在這個慢慢講 其實團員,我相信你聽得懂 首先,證數可以表示成科學記號 好,好吃嗎? 然後,對這個表示成科學記號的證數 你就可以把它寫成一個整數的部分 這個叫做手術,你聽喔 再加上一個介於0到1之間的小數 這個數叫做尾數,大家瞭解嗎? 好,大家不可以接受 來,可以接受的話 我們在旁邊來,我隨便舉幾個例子 來,譬如說第一個 我們用剛才那個數據1620來做說明 來,各位你看喔 LOG1620,他基本上 1620如果寫成科學記號 他就寫成1.62,再乘上十個幾次方? 三次方 所以他就可以寫成3,再加上LOG的多少? 1.62 那我學,你心裡就很明白 我學,這個3就叫做什麼數? 3就是手術嘛,來,這個3那就叫手術 那這個LOG1.62 同學,這個叫什麼數? 這個叫尾數,這叫尾數 可以嗎?定義上很簡單 那其實除了這個定義之外 同學,其實我個人覺得 你還能夠從圖形去看這個手術跟尾數 他跟這個對數的圖形 他們的一個關係到底是什麼? 我個人認為這個是重要的 但我不曉得為什麼客觀 其實沒有去談到這個關係 來畫一個圖好不好? 我簡單來說明一下 其實這說出來也很容易喔 我這個圖不會很準 因為這個東西 它是這樣子 Y等於LOG的圖形 仔細聽喔 1620 1620可能隨便找個點 假設這個是1620 所以這邊對上來喔 對上來 對上來這一個點 它的高度 它的Y座標就說LOG多少 1620 所以我這樣寫你看懂 我這樣寫你看懂 我這樣寫你看懂 好,來,我給它繼續喔 1620它其實介於10的3次方來 10的3次方比9 10的3次方是1000 好,那我問你喔 10的3次方對過來 同學,你知道這個高度是多少嗎? LOG10的3次方 這個高度是誰率剛才 叫做3 然後1620 10的3次方 我現在跳遠一點 10的4次方是不是1萬 來,10的4次方這樣子過來 好,這樣過來 來,這個高度是誰? 這個高度是不是4 好,所以同學 其實你看它的圖形裡面 你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什麼東西呢? 這個1620它本身介於 10的3次方跟10的4次方之間 所以你看喔 你觀察它的圖形 同學,這個3 這個3就是它的什麼數? 就是它的手數 欸,那我問一下 你這號尾數在什麼地方? 你這號尾數在哪裡? 同學,它的尾數 是不是手數再加上0點多的部分? 同學,這個高度就是它的尾數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好,來,同學 這個高度 你把它 這樣畫 來,這個高度 這個高度 就是我們的NOG 1.62 這個部分 是它尾數的部分 然後這個手數跟尾數 我認為說你應該要跟它的圖形 做一個簡單的結合 知道它的手數尾數在圖形裡面的位置 是在什麼地方 要知道一下這件事情 好,這蠻簡單的,好不好? 好,這in example1 來,接下來 in example2 我們來問兩個簡單的問題 來,第一個問題 如果我對一個正數 表示成科學記號之後取NOG 它如果叫做3.21 假設叫3.21 那我現在問的問題是 這不會 我就直接把你抓去搶 13號 來 來 這不會 直接槍斃 告訴我 3.21 手數是誰 轉圖過來是怎樣 我們不是講的嗎 取得對數之後 3.21 或是寫成3 再加上多少 0.21 所以手數是誰 3 尾數是誰 0.21 我一定要 這要不要 那我抽點 相信他 齁 來,第二個 我給他 要相信他 肉X 好 呃 因為這個是開電的東西 很簡單 我不要寫3.21 我現在換一個同學 比較容易撞起 -3.21 來 如果取了ROG之後是-3.21 來,這時候其他人不要講話 我要來問 來 23號 2.23號 2.23號 2.23號是誰 來 來,取歸遠 好 來,小學,你看這邊 這很簡單 這個-3.21 我在 進來有同學跟我說 什麼你知道 他說老師 哇塞 -3.21 就是-3 加上0.21 我跟你講 我聽到這個 我真的覺得我快有大風 這個真的不是他嗎 不是吧 沒有這回事吧 你現在把這個-3.21 寫成一個整數 加上一個0到1之間的小數 請問那個整數是誰 -4 然後加上0.多少 講話來 0.多少 79 對不對 所以同學 他的手數是什麼 -4 尾數加上0.多少 79 手數一定是個整數 尾數是個介於0到1之間的小數 像這種很簡單的小問題 小學,應該都可以處理 從後一幾年數 好,那我們大概到目前為止 其實同學這東西挺簡單的 首先科學記號你國中學過 把一個正數寫成科學記號之後 我們現在如果被他取log 我們就可以有手數跟尾數的觀念 手數一定是個整數 尾數呢 它是一個介於0到1之間的小數 然後它的弧形 還有這樣一個想法 這應該滿簡單的 來,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好,我們來看這個東西 好,我看看喔 我們來講 手數跟尾數的應用 點錢 搭接 對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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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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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邊 手術跟委員說的硬要 在這個部分 其實很多同學 其實我長久觀察下 我發現很多同學會去背結論 背結論 其實我後來發現很多人會背那個結論 但等一下我們再講 看觀察一下就要知道 可是你問他道理的時候 反而很多人什麼都說不出來 說我都不知道 反正好像就有這個結果 就把它記下來 那我就想想看 我們是不是用比較自然的方式 讓同學來感受一下 這個手術跟委術 它可以給我們一些什麼樣的想法 好 我們來看第一個題目 我們看一個第一題目 來 我們看到這個題目 我們來研究一下這個東西 來 觀察 觀察什麼呢 如果今天我對一個正數 取了LOG之後 如果說他算出來的值叫做4.5 好 那當然其實同學 來 你看這邊 LOG S叫做4.5 其實你心裡非常清楚 同學這個X如果你把它還原的話 他是10的幾次方 4.5次方對不對 好 那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LOG S叫做4.5 我們這邊顯然可以把這個4.5把它寫成 整數的部分叫做4 再加上小數的部分叫做0.5 可以嗎 對不對 這個4當然我們很清楚 這個4代表的是什麼數 叫做手數 好 我們不厭其煩 再把它推起來 這個4叫做手數 那這個0.5呢 它代表的是什麼 代表的是軌數變掉 好 可以嗎 好 同學 那個4喔 那個4 其實大家都知道 這個4如果我寫成LOG 它可以寫成LOG 死了幾次方 死了幾次方 來 這樣寫的東西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喔 好 來 我給它接下來你仔細看 這個0.5 如果我要問你0.5大概是LOG多少 其實這個問題也很容易回答 我這邊插電話 33號請準備 33號就是 來 33號是誰 來 圍我 圍我我問你一件事情喔 我問你LOG3 我有叫你貝對不對 LOG3大約就多了 我叫同學貝過嗎 0.4771 好 來 0.4771 好啦 很心聽喔 LOG3是0.4771 同學 你知道LOG4 LOG4其實它是兩倍的什麼 這個你知道嗎 LOG4 作為講過嘛 它是兩倍LOG2 那兩倍的LOG2就是兩倍的什麼 0.3010 在誰主要 所以它是0.60多少 20 所以LOG4它算出來的性質值是0.6020 那現在我們想要知道 我覺得0.5 我覺得0.5它在什麼地方 0.5它是不是介於0.4771 還有0.6020時間 你同意這個態度嗎 我告訴你說LOG3是0.4771 LOG4是0.6020 那我問你LOG多少會等於0.5 0.5這個數據顯然是夾在這兩個數字中間嗎 那同學這個時候我們約略的去估計 這個0.5如果寫成LOG的話 它大概是LOG多少 3點對不對 它一定會介於3跟4之間 來 那我們這個時候 從這個地方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0.5大概是LOG多少 3點多 來 3點多 我這樣講你聽懂嗎 好 我們就這樣分析嘛 分析這個問題不外面 好 現在我們把這兩個LOG相加 LOG相加幀數會相乘 所以它就可以寫成 LOG3點多乘上10個4之方 3點多乘上10個4之方 好 我們這個問題分析到這個地方 其實我們好像就得到一個通過的結論 得到什麼結論 同學 我們的XX 這個XX它其實就是誰 就是3點多乘上10的4之方 對不對 來 同學 你從這個3點多乘上10的4之方 其實你可以看出幾個重要的結論 首先來同學 乘上10的4之方 代表這個小數點要往後 要往後幾位 4位 也就是說這個XX其實它是誰 你不太清楚 但是你知道它最前面的那個數字是3 然後你乘上這個10的4之方之後 小數點往後4位 也就是說小數點前面的那個整數的部分 同學 它是幾位數 你知道嗎 它是5位數 你倒數在講什麼 好 來 第一個結論 我們從這個地方可以看得出來 來 第一個 這個X 它的整數 它的整數位的部分 好 來 同學 從這個地方你慢慢去思考 你乘上10的4之方 小一點往後退4 就往後4位對不對 所以這個X的整數部分是幾位數 它是5位數 對不對 它整數的部分是5位數 還有 同學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數字 它的最前面的那一個數字 那個最前面的數字 我們一般來講稱為最高位的數字 這個X最前面的那個數字是誰 是不是3 好 所以這是第二個 我們觀察出來的結論 這個X 它的最高位的數字 就是最前面的那個數字 好 來 同學 它這邊我跟你說 它的整數部分是五位數 你覺得它跟它的手數有關還是微數有關 其實是跟它的手數有關 你看 它的手數是4 這個是寫成NOG之後產生了10的4次方 然後這兩個相加 所以它才會乘上10的4次方 小數點才往後面對次問 對不對 所以同學 它這個部分是五位數 其實它是跟誰有關心 跟它的手數是誰有關心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有一些參考書 它會跟同學說 我同學我教你 你的手數如果是4 你把這個4在怎樣 加1 你的整數部分就會是五位數 你的手數如果算出來是12 然後你把它加1 你的整數部分就是幾位數 是三位數 但是我後來發現有很多學生 他光是去背它的節奏 但是叫他解釋說這個概念是怎麼形成的 反正就有這個節奏就背下來了 其實同學 我想這樣是有點問題 好 所以這個整數的部分是五位數 其實它是跟那個LOGX的誰有關心 它是跟手數有關 好 我們把它寫上去 手數講完 好 上寫了 那它的最高位的數字 小學 你看喔 它最前面的這個數字是3 這個3其實跟誰有關心 或者跟尾數有關心 當然你看這個尾數叫做0.5對不對 結果你發現這個0.5 介於0.4771跟0.6020之間 所以這個0.5當你寫成LOG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它其實就是LOG多少 3點多對不對 0.5是尾數的 所以LOG3點多 3點多乘上10的4字方 才產生下的這個結果 所以它最高位的數字那個3 其實你追溯到它最前面的那個部分 其實是跟這個對數的誰有關心 是跟它的尾數是有關的 你同意這個看吧 好 來 所以這個最高位的數字 事實上是跟它的尾數有關心 所以才會有人講 講說你看它的尾數 你就可以知道它的幀數 最前面的那個數字是誰 我現在用電腦 你們把電腦給我開 來 我用電腦上給你們看 眼睛天氣不錯 我會用電腦 有點熱 可是為什麼我不太高 會不會有空調 通常上校有感覺 我開什麼 開冷靜 不是 我都通常在大冷靜 老師你很熱 對不起 所以你還要冷靜 分析 待會兒再算 知道 不知道阿倫有什麼 幫我買電腦開 我用Google計算機算給你看 我算10的4.5次方給你看 我們算它的比較精確的值 因為我們透過對數的運算 我們只能夠看得出來 這個x大概是3點多乘上10的4次方 目前為止 但是如果我們用Google計算機 來10的4.5次方 我算給你看 10的多少 4.5次方 算出來是多少 來同學你有沒有看到 它算出來的值比較精確 31622.7766017 來這個數字 同學我把它寫上去 10的4.5次方 它算出來的近似值 它這個也是近似值 叫做31622.776多 那同學你看 從這個地方你就看得出來 同學你看 它的整數的部分是不是五位數 沒錯 1 2 3 4 5 五位數 對不對 然後它最前面 它的最高位 最前面的這個數字是這叫做3 對 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同學 手數跟尾數的應用 這是第一種 你從手數跟尾數可以看得出來 它這個正數 它的整數部分應該是幾位數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現在就可以讓同學來做一個非常經典的功能